欢迎收听广华宣布会主日 福音 奔养 所以跟法律师人说 有一个好家人 心情纸红包和幽玛婆的三口 每日都请花圆楼 有一个乞吃 叫做六十楼 整身乎都生了肉 躲在好家人的门口 希望可以聴好家人的豆腐 所以把老的吃米来吃起 不过只有九十楼 来吃他的粒子 后来 那个乞吃死了 天才把他送去阿波隆的行情 那个好家人也死了 让人也会做了 他在他们感受苦的时候 业头看到阿波隆在黄色的地方 也有看到他行情的六十楼 他就大声话说 我的祖先阿波隆 可怜我 旧你乘的六十楼 用他的筋头的尾 粉丹薄水 来让我的嘴纸量一下 因为我在这个大火中在收口 阿波隆说 我的儿子 你就会记得你在世的时候 享受你的福气 六十楼在世的时候 受很多艰苦 但 他在这里在这里安慰 你就应该在这里受苦了 不然这样 在我们跟你们的中间 有很大青烟架开 所以人们不能对我们家 去你们家 也不能对你们家 来我们家 那个好人就说 祖先阿波隆 如果是这样 求你坐六十楼 去我们老婆的家 让他去建国 我的五个兄弟 免得他们将来 也来这个受苦的地方 阿波隆 应该说 他们有美食和生地 帮他们建国 好人们就应该说 我的祖先阿波隆 如果有人对死人中跟我去找他们 他们一定会悔改 阿波隆 跟他说 他们如果不听美食和生地的话 就是有人对死人中跟我去 他们也不信 好人别想 亲爱的朋友啊 你若是有一天 你很爱吃的健康的时 你敢会本人吃 或是跟别人分享 你若感觉艰苦 需要别人的关心和安慰的时 你敢有想到 你的心悲 也有人需要你的关心和安慰 有一本小子说 在印度的德热沙母母 有一次拿一些吃米 去看一个很善吃 又没有米充吃的家庭 那位妈妈 想到吃米 然后就随便做两分 提起中的一分要出去 德热沙母母 问她要去哪里 那位妈妈硬说 她要送去给家庭 因为 她也同样 没有米充吃 又要搅拌 今天这个好人中 并没有声说 那个好人有做什么不好的事 不过 为什么她死了后 会在地压太苦呢 因为那个好人 虽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 不过 她也没有做什么好事 请大家Э性 在我们办狗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跟快媳婦说我们都做不到什么事情 都不能反省说 我们是不是没做什么好事 在困世生活中 我们都尽量去注意身边需要关心和需要帮助的人 特别是那边跟我们无关系的人 有时在路边或是在大门店的门口 会有春秋跟人讨论的人 你敢不停下来 让他们一些帮助 或是你感觉他们是在骗人的 把他们当作是猪牙所 把他们盗衫同一个 你做你应该做的 春秋就给猪牙所 因为破断是猪牙所的事情 不是我们的事情 难对所有人也就这样 有一句话说 人不遗既天主地别 那真的是这样 虽然身为自己想是人的本性 不过在我们帮助别人的时 我们不是也感觉欢喜快乐 我们后来如果遇到困难时 也去看看去想到别人的困难和需要 也更接近去关心别人 一定会有让你想不到的结果 从今天开始 我们来更接注意别人的需要 还有更接近去关心别人 感谢观看